Hello 大家好啊 最近有一点点断根了 我也想做一个每周一根心的博主啊 可是我总觉得有一点点眼高手的吧 我吗 因为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 好像总想做一点点什么 带着正义啊 带着高端的一点的视频 但是呢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个人能力关系呢 我觉得我又做不出那种的 就是我自认为感觉OK的 随手呢 我就是就在这种矛盾当中呢 就过了两周 最近呢 看到很多新闻 我还是想说一下啦 什么就是宅欣欣的诈骗案吧 现在还是被抓了 还有一些什么 反正就是感觉最近那个两性的话题啊 就包括我喜欢的一个做军事博主的 也是来说这个两性话题的内容啊 我就觉得我的强调一下吧 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 为我们中国女性 我说我们中国女性不都是小仙女呢 我们中国女性不都是认为就是说 该让男人买单 或者是说 就是说都是捞女啊 这样子 我同学也说 哎呀他说就是这个我想不通啊 为什么就是那个 呃 董小姐 会跟他的上师当小山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就好多人就说 哎呀中国女性十字八九 多多多都是捞女啊 什么 我觉得他们不懂真正的捞女这个词 我想每一个女人就是还是想有一个 就是说完整的健康的两性关系 或者是说幸福的家庭嘛 但是总是会因为 嗯就是 一些个人原因 一些其他一些 一些身不由己的原因吧 就是像我这样中年还单身着 我觉得这样的女人很多的 所以说 那他我身边那要比 差不多大了吧 还是本地女 家庭条件也还OK啊 我觉得他们 都有事都 有至少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那个十字八九 都是捞女啊 十字八九女人都都想继承 女人都不想承担责任什么样的 我觉得 大家对中国女性有误解吧 我身边至少我认识的都还OK的 都是那种 带一点点小骄傲的 有着傲骨的女性 我记得 很多女性还是有在修炼 无论是在工作 待人处事当中 至少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既然我是这样子认为的话 那么我身边的朋友 大概也跟我差不多 如果说她是那样子的 像贼猩猩这种的 我觉得 她已经突破了一个人性的 这个底线的一些标准 就违法了的话 那就是诈骗犯嘛 我们就是说不去考虑这个 更别说去用她这个案个例来测量 或者是来说中国女性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尤其说我觉得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男人或者女人 他们要去搞这种男女对立的 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 然后呢 就是说说十字八九男人怎么怎么样坏呀 或者是说十字八九的女性怎么怎么样 给你当小山什么什么怎么拿 就像七成了 就是这个都是很愚蠢的一种行为 你能认识多少的异性呢 就是你又能交往多少呢 什么兜兜炸或者 我觉得我很讨厌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这样子随意的聊了一下吧 像是当然我也很讨厌那种所谓的田园女权 那种很偏激的那种什么什么 就是说爸爸男人就是说想去利用男人这样子的 我觉得男女这份关系应该是去活着 或者是未婚或结婚也好 都是合作的关系吧 协作这样子的团结的一种关系 是这样子认为的 因为这世界上这次有两种人啊 男人和女人那是一定要合作的 其实是未婚也是如此的 不能去故意贬低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